主席 次长 各位练习官员 各位委员同仁 麻烦请次长 谢谢 有请次长 洪委员 您好 次长好 今天其实我们是针对几个委员的提案 把这个几个提案来谈论一下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我们今天上午就做一个处理 那么首先要特别提到就是 这个高级中学法就江一雄委员的这个提案 那么看看如何认为说高中的校长是不是可以兼科的问题 那么我刚才听下来就是教育部并不反对 对不对 不反对 因为不反对 当然 因为目前这个是好几个制度 变成一个教育校长的一个兼科问题的好几种情形 国中小是可以的 对不对 这个高中职在法律上看起来也是可以的 那么现在反而是高中校长不可以 所以高中校长心里有所不平 但是你要去兼科 在现行条文里面又有几个要件的 是不是一个是教育行政主管机关要同意 同意 那也就是说教育行政主管机关 假如说这个县长 台北县长 我校务为重 不准 那就一律不准 是不是 所以因为有这条 所以全国也不见得会一致 因为按照学校的这个 这个所在地的教育行政主管机关决定他是不是可以 要他核准 还有服务学校可能也不一样哦 这个同样一个县市 这几个学校是可以的 那个学校是不可以的 因为我做校长 我认为这个不可以 我办学 我希望我的老师专心一意在学校兼科 所以不可以 是不是 所以就算我们这条文过去 还是会形成一国好几制的一个状况 因为它有几个条件在 是不是 那么有个一个一个问题 还有个资格 在校外兼科的 要硕士以上 对不对 硕士以上在校外兼科 那就很简单嘛 你到进修部 大学进修部或大专院校去 去这个兼科 是OK的 因为在校外 是不是这样子 在校内就没有什么硕士博士的问题了 你就在自己校内 所以这几个呢 也是不一样了 所以他呢 几个法员 也不来不一样 这国中小校长呢 是用什么 公文函事 对不对 教育部函事 87年函事 公司立国中小校长及教师 据硕士学位以上者 在不影响 校务或客务的原则之下 事先征得主管教育行人机关或服务校同意 得志大专校院兼科 每周以四小时为谢 是不是这样子 好 这是韩式 可是呢 这个高职呢 又不太一样 高职是上面写 不得校外专职兼专职 是不是 所以他就表示是 那兼职是可以的 只要不要专职 是不是 那么高中校长就没有了 所以他就没有法员依据 那没有法员依据 今天我们是立法 可是为什么不能够比照国中小校长 你教育部也可以韩式啊 一个是韩式就可以了 这么不可以韩式 这是一个问题 等一下请你回答说 用韩式的方法 还是用修法的方式 如果觉得韩式不太好 那我们要不要在国民教育法里面 对于国中小校长 也是要有法的一个 很正式的一个法的一个规范 让看起来都是一样 那么另外呢 又会产生几个问题 我想请教就是说 教育部对于说 校长可以兼课 我是不反对的 因为不平等 校长可以兼课 您的这个理论基础在哪里 为什么校长可以兼课 第一个就是 除了本校的一个教课经验之外 他可以做校技之间的 学生的学习成就 学习态度的一个理解 第二个就是 校长在他行有余力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能够到大专院校接触学理的一个不断的精进跟与时俱进 我们觉得这个对于校长的在学术理念上的一个不断的推存出心 这也是一种 比如说 学助校长做一个教学相当的工作 是不是同时也了解别的学校的一些状况 在国外对于校长的 专业的生理时钟 一般是以五年为一个周期 OK 我觉得我没有反对 我说你去兼课 像你刚才讲 你的理由说 这是你的理论的一个基础 会不会让国中小的 没有具备硕士以上的 只是学士 但他有高中国中小跟高中教师资格的人 他会不会心生不平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国中小 如果说在外面补习班兼课抓到 可是要记过的 是不是 我是学士 我是教师 高中老师 国中小的老师 我如果说到外面去兼课 都可以的 他一定要硕士以上 那会不会让这个学士心生不服啊 你学士难怪大家都去进修都做学士了 我宁愿校务可以稍微放在一边 我赶快把我的学份修好 我赶快拿到我的学位之后 因为我可以 除了自己精进之外 我还可以到校外兼课 会不会产生不平 我觉得这个大家都考量到 这个案子如果通过以后 对于以后类似这样的一个反弹 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 还有那个为什么这个 这个校外兼课 说高中上校外兼课 为什么不能在校内兼课 可不可以在校内兼课 也可以啊 也可以 对好 那么校内兼课 我们说校长那么好 可以去外面教大专以上的学生 你又是硕士以上 我们说你要表现良好 你在校内兼课啊 你可以做一个教学示范 我是校长 我做个教学示范 我让是 我是公民老师 校长本身有公民 现在好像没有叫做公民老师了 那么比如说我是国文老师 我是这个拿一课的专 这个专长的校长 我把这个教学课 因为你们教的不好 校长来做个示范教学 我来教两堂课 你们老师来看一看 最好的校长是首席教师 是这样 校长要教学 要真的是一流的哦 否则等到后 把人看着笑死人 说你这种校长这种教学 你还是硕士 还是博士 反而不服气 这是一个 另外你有没有考虑到问题 刚才我特别问你 兼课四小时 对不对 为什么校长不太在学校里面兼课 你知道吗 委员民事 我在学校做过教务主任 是 学校老师兼待课 不得超过九小时 什么叫兼课 什么叫待课 您知道吗 有终点费 不只是有终点费 当然有终点费 兼课也有终点费 待课也有终点费 兼课是学校出了十缺 我这学校假如说 按照规定 我们是有 假如有一百个老师 但是呢 我只有九十八个老师 我只聘了九十八个老师 所以现在很多需要 叫按卡老师十缺啊 不报上去啊 是不是流浪老师很生气啊 所以要 要现实政府 要每个需要的十缺 报上来啊 我按卡老师十缺 干什么 可以给老师兼课 兼课是要有十缺 他才可以兼课 否则呢 他只能够代课 代课什么 这个十缺是有人的 兵语缺是有人的 是请病假 请育婴假 有人的 是有人的 那有人 他请假 我去代课 这叫代课 是有十 是没有十缺 但是有这个人 可他请假 我叫代课 兼课加代课 不可以超过九小时 兼课是一学期都兼下去了 代课就不一定了 因为他可能请假 请这个这个 两个礼拜就回来了 请三个礼拜就回来了 所以只有这样子 得减求的那些课了 是不是 那代兵语缺 代课是不错 我相信 代兵语缺还是代课 还是十缺 应该是这样 那兵语缺就代两年了 那时候 现在大概就一年了 就比较完整一年 老师们有时候 把这当成 某些老师不全然 不全然全部 有些老师当成 额外的一个福利 我以前做教育主 是为了 排兼代课 这个老师多两节课 那个老师少两节课 排来找我算账的 你为什么他可以排两节 为什么我 我只能够有两节代课 他可以有两节兼课 因为两节代课 只有三个礼拜 两节兼课 两节这个兼课的话 可以是一个学期 可以一整年 所以摆不平 那校长觉得那一点 一杯羹已经分不完了 我校长再去兼课代课 那不被老师骂死 你校长待遇已经比我们好 你还抢我们这一点饭碗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你要在校长学校里面兼课 是有这个状况 所以校长说 某某老师 今天我来示范教学一下 那钱你造领 我来替你上课 是不是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不你们要把这个情形 要弄很清楚 如果说因为这样说 校长你在校外可以去兼课 你不要来抢校内的 就很多人认为说 校内可以师范教学 可是校内呢 它不太容易 因为怕引起老师的非议 对不对 我是一个学士 我有教师证 我又不可以在校外兼课 我到补习班去上了课 你们就抓我 要告我 寄我过 我在校内那两堂课 你校长还来抢我 那这个学校还能够安宁吗 所以有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是不是这样子 好 那么 校长可以兼课 规定四小时 有没有规定说 这个四小时啊 你说 不影响校务 这个不影响校务 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 叫做不影响校务 这个事情 这个又很难定哦 这叫自由心证 对不对 好 你不影响校务 你可以四节课 四节课是排一天四节课 还是排半天四节课 还是每天一小时四节课 不要忘掉哦 我校长要到那个校去兼课 来回可能去掉上课就五六个小时哦 就等于那一学校就不在学校里 还有交通 会不会影响到校务 对不对 我个人我个人是非常盼望大家都专职自己的工作 对 所以今天我们审这个法案啊 很矛盾 你说不让他通过吗 你们韩式国中小校长可以 法条里面呢 又未曾禁止高职的在校外兼课 唯独露略高中校长 高中校心生不平嘛 就跟我说学士老师也心生不平嘛 所以你不能不让他过 那你让他过之后 我刚才所讲的这些问题存在 是不是要考虑到 是不是这样的 你们有没有调查过校外兼课的比例 刚才说不清楚 我觉得是要调查一下 就跟刚才管委员在问很多资料 我觉得我们很多资料是要弄清楚 还有我刚才讲 兼课的规范 时数天数 到底来回 你怎么算算不算影响 要不要都定这个规范 影响会不会影响到校务 什么样状况是要叫影响校务 我觉得应该定 是应该定啊 什么样状况叫影响校务 什么样状况不影响校务 我觉得虽然不见得很准确了 对 你居然定了那么多规范 他还不一定说他有没有影响了 至少比没有定好 对啊 那你因为你备课 其实我要花 我去上两节课 交通去掉四小时 我回来还要备课的时间 搞不好还要两 还要四小时了 对不对 这都会影响的 那么还有 是不是调查过高中校长自己的意见 我觉得这个 其实都应该要来谈论一下 基本上因为提案委员 等一下会会 一定会来的 你说用韩式的方式 对不对 我觉得这是很矛盾的 这是通过也有点问题 不通过也有问题 另外再加这个自学 我想基本上我们是同意的 但是也有些问题的存在 当然教育部有个建议文字 那么其实这个两个提案 林淑芬委员跟黄志雄委员 提案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有一定有特定的团体 认为说这个在家自学非常重要 因为全国不一致 所以希望有教育部定立一个办法 让全国一致的规范 那么现在还是有困难 你国中以下是在家自学 到了高中阶段怎么办 为什么说高中阶段怎么办 因为未来扩大免费升学的方案出来之后 必须采集在校成绩 所以你这个办法定了以后 高中会不会把入学名额分给学区的国中 那么在家自学的 他用什么方法来进入高中 这些学生要不要评量 平时要不要参加学校的段考 学校的段考的时候 他到学校来参加作为在校成绩 或者他直接参加基策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 他也可以用申请 或用申请的方式 因为他以后你扩大了 不是我们以后可能都免是升高中啦 对不对 他在家自学 那么如果说他的在校成绩要计算的话 那是怎么办 我觉得未来 他寻其他途径 所以我说未来在各式各样的一个 都要考虑到 好吧 那我同意这个教育部做一个文字的修正 我们让他过 也让这些在家自学的家长比较放心 虽然人数不多 可是我们每个小孩人数纵然不多 我们还是要照顾到了 那么但是呢 在这个方案里面 我觉得要定力的更为详尽 好吧 是一定 谢谢市长 谢谢委员的指教 谢谢 谢谢洪委员